会将在1月5号开幕 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前起后的换届会议 选举产生的新代表和新委员 要积极的建言献策 今天南京市政协发布消息了 说还会邀请60名社会各界人士 来旁径这政协的开幕式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外籍人士 为此专门提出了申请 看看 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旁听 是南京市两会的一大特色 今年也将继续邀请旁听人士参加 南京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 确定的旁听人数是60名 为了获得宝贵的旁听名额 不仅南京市民报名踊跃 很多外籍人士也争相申请 其中还包括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外籍人士 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外籍人士 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通过我们外办提出 专门发行来 也要参加我们的 这些开幕会议 他们希望更多的能够 了解中国政府 中国各个方面 重要会议的一些情况 让他们进一步了解 国内的政治经济 两会旁听人士 不仅能亲身感受政协委员 参政议政的过程 还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成为委员们撰写提案的线索 除了到会旁听这种形式之外 本次政协会议还开通了 网上征集提案线索的通道 欢迎网友踊跃参与 这些线索也会提供给政协委员 在撰写提案时 参考选用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